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今天给大家讲这部《收视率》很火爆 有人期漫画改编的韩剧 《社内相亲》 替闺蜜相亲 没想到相亲对象 竟然是自己公司的社长 情急之下 做出了各种浮夸的动作 甚至主动邀约开房 希望能吓跑对方 结果却被要求结婚 他该如何收场呢 这个仿佛从漫画走出来的男人 江泰武 嘴硬心软又有些自恋 刚从国外分公司回国 第一天就投身工作 作为会长的爷爷担心他的终身大事 在政商界精心挑选了 20位优秀的女子 给他安排相亲 虽然很不情愿 但也无可奈何 秘书善意提醒 最好在前10位相亲对象 可以找到结婚的 要不然第11位在日本 第17位在瑞士 你要飞过去相亲哦 普通上班族生夏立 是泰武公司的食品开发研究员 他家里开了规模不大的炸鸡店 白天在公司上班 晚上还要在家里帮忙 还要还贷款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夏立有个很要好的闺蜜 求夏立帮忙 代替他去相亲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想用夏立出神入化的演技 让他在相亲市场上彻底隐退 他使出浑身卸助向夏立撒娇 结果他不吃这套 80万 试成之后我给你80万含元 这是多么让人心动的条件 夏立想想还有那么多贷款还没还 昨晚又因为跟对面的争吵 推伤了对方 还要付医药费 他妥协了 这次他们的主题是霸气姐姐 经过一番精心打扮 画上浓妆 戴上瓢染的假发 打扮成性感张扬的女人 他气场十足的走进相亲场所 在心里默默为自己打气 话剧开始了 尽情展示精彩的演技吧 陈映叔小姐 后双方有人叫这个名字 他漫步精心的转过身 被眼前这个帅气的男子 瞬间呆住了 你是陈映叔小姐吗 是 他有些失神的应了一声 请坐 他努力恢复理智 目不转睛看着他坐下 泰武张张自喜轻叹一口气 又是一个被他迷倒的女人 夏立心想 虽然很想好好欣赏这个帅哥 但正式要紧 得赶紧结束 那就一开始表现的不礼貌好了 他掏出名片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就出来了 怎么称呼 泰武也拿出了名片 我叫江泰武 夏立一把接过他的名片 却没有给他自己的 但想才松手 泰武的手定格在半空 对他不礼貌的行为有些震惊 夏立随手把名片转过来 发现公司名字怎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天哪 这是自己的公司 江泰武 莫非他就是新商人的社长 他直接下到失神 陈寅书这个名字在耳边回响 他终于回过神 我去一趟洗手间 他脚步不稳的走出去 打闺蜜电话又打不通 一下子就乱了阵脚 心生已计 对 逃走吧 他又回到餐桌 硬着头皮继续进入角色 就算入了虎穴 也要打起精神就能活命 这可是涉及到80万韩元 请喝茶 泰武见他没有反应主动说 夏立正定的拿起杯子 却控制不住颤抖的手 别紧张 他不断对自己说 反正现在是陈寅书 他不知道我是他公司的员工 生夏立 太热了 突然 他潇洒的脱下外套 门外吹来一阵寒风 他非常得意 心想 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过意暴露 你不冷吗 泰武好奇的问 哪里冷 正好啊 我的身体属于比较热的内心 他有一聊起长发 做出了饥渴又性感的动作 泰武瞪大眼睛 你的手臂都起鸡皮疙瘩了 夏立心里大叹一声 完了 被发现了 故作镇定的说 我的鸡皮疙瘩本来就比较严重 见这照不行 他夸张的表现自己是个 对名牌痴迷的女人 摸着鞋子亲着包 搞得自己像神经病一样 抬头想看泰武的反应 只见他弄着手机 根本没看他表演 抱歉啊 收到工作方面的消息 你刚刚说什么 好吧 这招没用 就来点狠的 好伤心啊 你如果对我这么不感兴趣 萨曼达和Rachel会很难过 他招手让泰武靠近点 左边叫萨曼达 右边叫Rachel 我可是个花了一千万韩元的巨资打造 他心在暗爽 这种疯子 你是头一次见吧 泰武一口茶喷了出来 却说 跟那种伟善又爱说谎的女人相比 我更喜欢你这种直率的性格 夏丽被惊呆了 他怎么会是这么乐观的反应 看来只能用绝招了 你真的喜欢我吗 那我们去开房吧 他咬着手指假装镇定 泰武确实被眼前这个口无遮拦的女人吓到 但看到他因为紧张而抖动的脚 他轻笑一声 夏丽得意的想着 相亲第一天就要去开房的女人 没有人会喜欢 马上就要结束了 随从想 下一个镜头已经在酒店大堂 泰武镇定的走过来 走吧 线下只能乖乖的跟在后面 泰武在前面偷笑着 夏丽心乱如麻 怎么办呢 不管钱不钱的了 跑吧 转身逃跑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一个前来桌间的女人 她一把抓住夏丽的头发 一个小时前 你刚跟我男朋友在这里开房 这么快又跟别的男人来开房了吗 夏丽急忙解释 我不认识你男朋友啊 那女人拿出了一张照片 衣服和发型都跟她一样 她哑口无言 泰武刺惊的看向她 同样震惊的夏丽赶紧说 这发型是很普遍的经典款 这衣服是本期最火的新品 你认错人了 好不容易摆脱那个女人 走出酒店 夏丽心在懊恼 我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劈腿的疯女人 太丢脸了 不然觉得这样不是反而更好吗 她本身就是想打造成放荡的样子 她顺势说 我可从来没有劈腿过两个人 至少是三四个人 我特别喜欢男人 这时候有个女人追上来 她迅速逃跑了 泰武不想因为相亲再浪费时间 更不相信虚幻的爱情 她向爷爷宣布 会和英叔结婚 所有的人都禁掉了下巴 闺蜜因为对方要结婚躲进了酒店 夏丽还在担心会不会在公司遇见泰武 闺蜜却不以为然 你放一百个新吧 社长和普通员工 在公司遇见的机会几乎为零 第二天早上快要迟到了 夏丽一阵狂跑 终于赶上了一步电梯 侥幸的同时 在打开电梯门的瞬间 差点晕倒在地 电梯里正是泰武他们几个 这下尴尬了 出也不是 进也不是 这位员工 电梯里没几个人 进来吧 爷爷先开口 破衣无奈 只好用头发遮住脸 硬着头皮进去 心想昨天闺蜜还不靠谱的说 他们意见的机会为零 楼层一道 她拔腿就跑 等一下 生夏丽 身后响起了泰武的声音 天呐 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迅速摆动头印了一声 你的员工证落下了 她大步往后退 不敢回头 伸出手像捞鱼一样去拿工作证 谢谢 以最快的速度跑走 泰武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回到办公室赶紧查员工资料 曾经对她提的方案表示过赞赏 但是相片里的夏丽戴着眼镜 没有浮夸的头发和化妆 她并没有认出 爷爷问她是何居心 一个连相亲都觉得浪费时间的人 一相亲就要结婚 加上应苏也愿意跟你结婚吗 她自信的说 以我的相貌身材 绝佳的气质 以及无可挑剔的性格 她有拒绝我的理由吗 但很快就被打脸 她约应苏再次见面 闺蜜要求夏丽 再次代替她去拒绝泰武 夏丽早早就赴约 内心焦虑不安 因为暗恋对象名语的餐厅就在附近 泰武给她打电话 却看到夏丽在玩手机 没有接电话 莫非她有两个号码 走过去把将她的手机抢过来 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打了她的电话 夏丽立刻跳起来 你干嘛随便拿别人的手机号 我们是要结婚的关系 当然要有对方的号码 夏丽开门见三 我不想跟你结婚 结婚的事就当没有提过 说完拿起外套就走 丢下一脸茫然的泰武 她似乎没有想到会被拒绝 她何时受过这种对待 她追上去一把蜡烛夏丽 不要拒绝 跟我结婚吧 算了吧 我们又不了解 结什么婚呢 那就跟我约会十次 我有自信不会让你脚踏几只船 夏丽再次拒绝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泰武看着夏丽离去的背影 这也太伤自尊了 夏丽念叨叨感叹 这人疯了吧 脑子不正常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应该以后不会再纠缠 过马路的时候看到远处的暗恋对象 不能给他看到 现在这浓妆夜魔的样子 他慌张逃跑 看到一辆车停下 他随手打开门直接上车 你猜看到了谁 是泰武 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 他该如何收场呢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